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热爱唐诗 云取得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 是李白写的 赵茜白的蔡云剑 70岁的唐云来自意大利 在浙江省瑞安中意人才交流合作中心 担任文化顾问 他已经来中国36年 走过中国很多地方 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 创作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 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 发现温州 以及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多本中意双语书记 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了解中国 很多人称他为当代女马可波罗 2022年8月2日这一天 意大利出版商特意通过视频电话 告知唐云 他的新书在意大利发行后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出版商告诉唐云 下一步他的书将进入意大利高中宣讲 参加当地书展推介 推出电子版 并进行广泛宣传 意大利出版商的反馈 让唐云非常欣慰 我也一直忙于把中国的文化 就是介绍给意大利的 通过出版书 写文章等等 就是一直忙 这方面的工作 是我自己整理的 习惯习惯书 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 我开始注意读方艺术 特别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艺术 然后后来就决定 真正地学汉语 然后也来中国 1987年 34岁的唐云 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 学习中文 两年后 唐云顺利完整学业 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 进入当时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意大利语部 从事编译工作 因为我非常喜欢古代语言 汉语也是非常有识意的 我也就是非常喜欢汉语也非常美 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汉语研究中国文化 我觉得一辈子也不够 我觉得还是留在中国 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媒体的工作为唐云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 上世纪90年代初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意大利语部 推出一档意大利语广播节目 我眼中的中国 这是一档周波文化类节目 节目以唐云的视角 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历史 以及百姓生活 他一个人包揽了节目的采访 制作和主持 经过唐云十几年的努力 我眼中的中国节目 成了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2008年 节目改为由唐云和同事主持的周波谈话类节目 《空中茶社》 节目内容包括文化 历史 古村落和非以保护 考古 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等等 为了采集到第一首内容 唐云总是随时随地捕捉 鲜活真实的细节 2011年11月30日 唐云在北京一家书店 采访了著名的东方学家 布鲁斯·万奈尔教授 布鲁斯·万奈尔教授 曾经把波斯文记载的 大伊朗史团访问中国的历史 翻译成英文 唐云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一个就是一个波斯人 就是从荷兰 有一个师团来北京的 这样的一个师团来北京 建建那个永乐皇帝 然后参加那个紫禁城的开幕式 作为记者和主持人 唐云制作了节目 15世纪大天穆尔王朝使团 建永乐皇帝 建政紫禁城开幕大典 邀请了布鲁斯·万奈尔教授 做客空中茶社 讲述了这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由于对历史事件的充分挖掘 和采访的独家性 在第二届全国历史题材 广播电视节目 《创新创优》评选中 节目荣获广播专题类 一等奖节目称号 同年 空中茶社栏目 因为充足的字彩内容 新鲜独特的视角 以及生动精炼的语言 荣获了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我们的节目 百分之七十七都是自裁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做到的 然后我们的题材也各种各样的 我们去采访 比如说意大利和中国 有什么文化交流 经贸交流等等 我们也都去关注 所以我们后来就得了这个奖 然后就是鼓励我们做得更好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工作的二十年间 唐云遍往中国的大江南北 用心记录下了 他在中国的点点滴滴 充满感情地报道了 中国的历史和变化 2011年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将他游历中国的 九十多篇文章集结成书 出版了中意双语书籍 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 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 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 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 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 打开了欧洲认识中国的大门 出版商将唐云比喻为 当代女马可波罗 唐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 虽然也觉得马可波罗是太伟大了 我没法和他敌 反正我也会越来越努力 就是把这个称号真正的拥好 2016年3月 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 在意大利都陵 首都罗马等城市召开发布会 引起意大利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响 他们将这本书誉为 中意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 又一见证 唐云长继以亲身经历 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3年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为了弘扬思路精神 中国国家旅游局驻罗马办事处 邀请唐云创作一本 《关于路上丝绸之路》的新书 这让唐云分外惊喜 就是我特别喜欢 就是我一直是不断地研究 中西方的那个文化交流 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 沙漠时送着路 海上时抽着路 我们要知道 去那些城市找那个医师 找那个地方 那个博物馆 找那个人 什么专家吧等等 白天就去参观网上 反正我带着电脑 在并住宾馆 赴县地 去哪个城市 在绿店等等都做笔记吧 就是说完整 我已经在北京谢过的这个内容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当中 也有可能比较有趣的一些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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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常有趣的一个 广盖的一个系统 叫康尔经 叫卡列茨 也是在中亚的 也比较普遍的 然后有很多池塘 小朋友去那边游泳 很高兴的 周围也都是葡萄园 为什么不是 这座葡萄干吧 是他们的经济来源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 在巡访中 唐云亲身感受着 思路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 也感受着社会发展 给思路带来的变化 在陕西咸阳 唐云寻放岛 以顾剪纸大师 库书兰的纪念馆 中国剪纸 是和百姓生活 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 入选了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库书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他用剪刀创作了 大量色彩绚烂 轻艳世界的剪纸作品 库书兰一生坎坷 生活清贫 却在民间坚守传承的故事 唐云被深深打动 这位女士也是我觉得 也可以代表中国女性的 就是的美好的那个品德 比如说也非常朴素 生活也非常艰苦的 可是她有艺术的这个基因 她制作的剪纸 也不是传统的 都是红色的 她不是 她是菜色的 然后她的咬洞 也都是项目高枯的那个石铺 各种各样的人是非常精美 2015年12月 唐云将自己的寻访经历 出版了一文书籍 《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 此书被列为当时的 中国国家旅游局 《路上丝绸之路》项目之一 唐云从第一视角 全面介绍了 《路上丝绸之路》的诞生和发展背景 并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保护 民间工艺的传承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 作为主线 沿着高铁的轨道 重新走过当年驼队繁华的 古代丝绸之路 再次唤起欧洲民众 对丝绸之路的向往 意大利都林大学 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 史芬娜女士 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本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本游记 更多的是 作者以亲身经历及感悟 为读者展现丝绸之路的方方面面 读者必定可以从中收获良多 意大利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部长 外交顾问陈奇也给唐云写信评论 我是您的热情读者 我也很喜欢您的 《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 《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 出版发行后 唐云蒙上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 并着手准备创作一本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书籍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 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 2017年 唐云定居温州 受聘于温州商学院传媒学院 开设广播节目制作的相关课程 并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 对温州进行研究 温州 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2022年9月28日 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 公布了温州硕门谷港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从遗址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来说 它是最完美的海思遗址之一 堪称近年来我国海洋考古 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 就是发现了在硕门 也是温州古城 鲁城 北门 这个地区找到了 就是宋代 远代的码头遗址 八个宋代的码头 还有两条城床 也都是宋代的 南宋和北宋 然后大量的龙泉瓷器 很多大部分都是翠片 反正还有完整的 比如说有湖 有花瓶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一些欧词 唐云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旅途中 爱上了温州这座江南城市 在温州生活四年后 唐云在意大利出版艺文书籍《发现温州》 详尽地介绍了温州的历史 文化 艺术 山水 美食等 是全方位了解温州的意大利语百科全书 温州素有百宫之乡的美誉 拥有丰富炫满的非夷文化 2020年初 唐云被温州下下的 瑞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吸引 他来到瑞安常住 结交了很多手工艺匠人 我经常去看他们 重复地和一些也认真地变成好朋友了 从早到晚 从七点 早晨七点到晚上 他们的一辈子都是和那些动作吧 那些材料吧 等等 一直改善 做得更漂亮的吧 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花瓶吧 或者什么别的什么 做得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精致的 后来是一种这样的一种 很平静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反正都是很美的东西 为了了解一项非遗技艺 唐云会花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了解 采石相见是采用石雕 浮雕 与花板雕刻相结合的技法 根据题材内容和色彩要求配石成图 精致成多种工艺美术品 在温州地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年前 采石相见手工艺人里程者和团队 就开始制作长20余米 高1米的采石相见清明上河图 在这件作品中 北宋画家张泽端原作的细节被最大限度还原 建筑的构建 人物的神态 街景的布局 被雕刻匠人们清晰呈现 现在作品已进入最后的打磨阶段 我又看到了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 这个已经制作了三年时间了 世界这么多呀 像这些 这些都是原来的 就是天然的玉石 像是一点点像上去的 像这些头领 领破 很难得爱的这种感觉 和什么帽子 三年间 唐云多次来观摩学习 亲眼看到手工匠人 如何对作品精雕细琢 像李承者这样的匠人 唐云先后拜访了近百位 他逐渐萌生了 将当地的非裔文化整理成书 介绍给意大利读者的想法 因为全人来的都有文化 每一个国家 全球的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裔 所以我们使用那个非裔 做文化交流吧 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一种载体 通过这种载体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让他们互相认识 互相种种 2022年1月 唐云创作了一文书籍 《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意大利出版 这部十万多字的意大利语书籍 详细介绍了64个瑞安非裔项目 就是这本书 在意大利非常受欢迎 做了一些发布会 也是在一些书展吧 做发布会 然后在一所非常有趣的 在一所高中学校 这个学校高中已经学汉语的 所以就是在那边 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 老师和学生们也非常欢迎 也觉得非常神奇 在都陵的意大利 中意青年会会长陈明 将《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书邮寄给意大利总统 马塔雷拉 并复信介绍该书的内容和理念等 意外地收到了马塔雷拉的回信 陈明收到总统回信后 第一时间将信件截图 发给唐云分享喜悦 尊敬的呈现上 受共和国总统委托 向你曾送个下 由波利诺加波利拉女士 写的《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 书记表示最称致的感谢 接此几回向你 这与马塔雷拉总统 最热烈的问候 比我个人的良好志愿 非常荣幸 也是第一次我的我们 我是当意大利人 有我们的国家的总统 专门就是对我的一点工作 我出的一本书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块 让我也非常高兴 也非常的荣幸 非常感谢他 唐云通过自己的书 让意大利人认识 了解温州 他对瑞安的传播 也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大家都亲切地 称呼唐云为唐先生 对先生这个称呼 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的惊喜 因为也不是给所有的人 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特别是女性 我一直致力于 把中国的文化 介绍给意大利 所以有一点贡献 所以就是得到这样的称呼 我也非常的感激 2020年 唐云被温州市政府 授予温州荣誉市民称号 2022年4月7日 由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制作选送的作品 当代余马可波罗的瑞安假日 荣获国务院新闻办指导 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021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 特等奖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 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 也非常热爱中国人 中国文化 然后我也 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 就是非常努力地去玩具 很多的中国文化的内容 我所见所闻的 所学的介绍给意大利人 让他们就是有一个 对中国有一个立体的 一个正式的一个了解 中国和意大利 这两大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 被古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 700多年前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 用马可波罗游记 让欧洲第一次感受到 东方文明古国的无穷魅力 700多年后 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唐云 以他独特的视角 再次发现当下丝绸之路的故事 和中国非夷之美 唐云说 未来他会一直扎根中国 步履不停 笔根不措 将继续续写 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